24.經濟日報 電子民生消費優選 2015年7月20日市場焦點 C.三葉紅瑜 摩根台灣金磚基金經理人 盤世分析上週台股走勢回穩 除了反應氣勢來空淡化 六股指跌改善投資氣氛 連動加權指數上週遲穩在9000點之上 量能萎縮導致多頭上東無力 帶盤陷入盤整格局 指數在9000至9050點區間震盪 就類股表現來看 生技股在生技展的加持下 表現最為搶眼 希臘債務問題離空暫時發解 帶動歐美股市上漲走升 台股投資氣氛雖然跟著改善 但上漲氣勢並不強勁 反而陷入區間盤整格局 投資建議雖然外資在現貨市場 由賣轉買 以連續三日買進台股 但單日買超金瓦僅12至33億元 回保力度稍然薄弱 顯示外資看待台股後市仍顯保守 再者 貴線與半年線正式死亡交叉 十日及月 貴線呈現下彎 短線形為空方控盤格局 指數料將持續呈現區間震盪走勢 後市需觀察成交量銀是否放大至千億元之上 以及權值股能否擺脫盤整 領頭上攻 短線來看 指數表現空間有限 各股表現了張分化 具有業績支撐 且前景展望街的各股有望出線 如擁有獨門技術或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電子股 及受惠下跪旺跪題材的民生消費等全產股 和招致道 和招臨 和招臨